超強續航力 通過耐摔防水測試 超強續航力 充滿時尚感的設計 蘋果商品是時下最受人喜愛的 科技品牌之一 而讓蘋果走向康莊大道的靈魂人物 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賈伯斯 但成功的男人背後 還有另一位重要的男人為他鋪路 他是蘋果現任執行長提姆庫克 博士是一個驚喜的領導人 我認為博士是一個驚喜的領導人 雖然庫克一直被外界鎂光燈打得 好像活在賈伯斯的陰影下 但其實庫克帶領的蘋果 早已打破賈伯斯時期的多項成績 賈伯斯擔任蘋果執行長長達4249天 庫克在今年4月已經超越這項紀錄 成為蘋果再任最久的執行長 賈伯斯領導蘋果 讓營收從濱臨破產 到他任期尾聲突破1000億美元 而庫克可是行銷經營之神 去年他已把數字衝破3900億美元 連蘋果公司市值也從賈伯斯時期的 3500億美元直達雲霄 來到2.6兆美元 成為史上第一間市值破兆美元的企業 庫克不僅把錢帶進公司 今年還自己提出減薪 這更加關於 管理與投資者的關係 放在心上 每天早上5點 庫克就會打開蘋果信箱 一封一封閱讀 並且將使用者給的回饋 上提到會議討論 進行產品修改 不只反思能力突出 庫克大膽創新的決策能力 也是蘋果的制勝關鍵 AirPods藍牙耳機剛要推出時 被大眾笑是剪斷線的耳機造型詭異 但如今市面上各品牌的無線耳機 卻幾乎都模仿AirPods外型 蘋果推出無線藍牙耳機 又取消一般耳機孔 促使AirPods的銷量突飛猛進 庫克在每一把都賭對了 你不只承認世界 你不只承認世界 你不只承認 status quo 你不只承認他 這不只承認他 這不只承認他 而是他認為 Apple是一個車 來改善生命 相較於賈波斯大權在握的治理 庫克的管理風格更加開放 他相信1加1等於3 成員合作互相激盪想法 挑戰對方 會造就最佳的團隊 他明白他們的方法 最佳的方法是 把人們一起 合作的環境 你無論如何 你無論如何 都會領著你的價值 我自己的生活 是我的價值 叫我告訴世界 我是假的 所以我能夠 帶來希望 人們還在隱藏 他們的世界上 2014年 庫克成為上市大企業中 第一位公開出櫃的領導人 他抱持著所有人 都應該受尊重的價值觀 促使蘋果 讓更多元背景的員工加入 也鼓勵他們分享自己的見聞 與觀點 為蘋果打造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加伯斯為蘋果創造了靈魂 庫克不負其望 在他的監管下 穩定各國供應鏈合作 並且推出時尚新科技產品 持續引領潮流 今年要滿63歲的庫克 將在兩年後 與蘋果合約齊滿 他在退休前 會如何帶領蘋果 攀向新高峰 國粉們的手指 已在錢包上就定位